在农村女友回家 才发现两人差距这么大 岳父骑了三轮车来接风 做惯保时捷的小孙不好拒绝 却听到美丽爸说 这辆车啊 昨天还拉过猪 猪味真上头 来不及让岳父停车 小孙就直接跳下到一边托 但看到地上的农家肥 人人也就过去了 结果一回头 折磨半天 总算来到美丽家 虽然和自己五百平的别墅比不了 但岳父岳母超级热情 拿了块抹布给小孙擦脸 脸也擦擦呀 擦桌子的怎么能用来擦脸 臣妾做不到啊 岳父又拿来筐西红柿 上面还有泥呢 小孙想拿去洗 还惨遭反对 这不用洗 这是绿色食品 每天用我们自己的粪便教的 吃 小孙内心是崩溃的 他一个吃惯米其林大餐的人 怎么能吃香 吃啊 没事的 吃 好漂亮 此地不宜久留 小孙赶紧跑去厕所避袋 结果发现这地方更积极 不上马桶 也不是蹲便 这是这儿八经的毛坑啊 小孙差点就掉了下去 对于他来说 农村生活 简直就是折磨 厨房就是浴室 洗澡呢 也只有一个澡盆 和一桶开水 真是奇怪哦 他怎么洗澡 连水声都不要他 小孙抓破脑袋 在想着怎么操作呢 他扮着凳子 坐进澡盆里 差不多算个浴缸 却发现够不着下面的水 而且洗澡 还只有肥皂 这苦日子 小孙呆够了 马上就说有事情要回去 美丽只好陪着 富二代的这些表现 也让他对门当户对 有什么想法 可以直接说的 那我就直接说了 厕所太不卫生 洗澡也不方便 本以为你家里条件差点 没想到这么差 美丽停不下去了 要是你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就分走啊 所以你觉得 应该先帮你家建厕所 还是先盖洗澡间 原来从头到尾 小孙都没想过 因为家境差异和美丽分手 就算他觉得美丽爸妈 不够卫生 生活条件也很差 第一反应 还是帮助他们改变 而不是结束和美丽的关系 甩甩手离开 也是让一个家里有钱的富二代 何苦做十八万的山路